那么现在其实更多是创新 其实中国已经在很多的领域 已经处于全球的领先的位置 更多是跟我们的 在处于行业领先的 这些合作伙伴 我们的客户进行共创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战略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升级 全价值链的顾级 我觉得是很多长期 谈好中国市场外资企业的一个持续的战略 跨国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跨国公司也在规划 更新他们的中国战略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 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 多位跨国企业高层表示 将继续生耕中国市场 持续本土化 全产业链 价值链布局 我们的员工本地化 应该说我们现在有1400人 大概99.9%的人都是本地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生产 还有采购的方面 我们也是采用了这个北京化 我们在输入厂 我们为全球生产 我们最新的放级 包括C交易的放级 利物放级的物件 也就在输入厂生产 此外我们每年从中国采购的物件 大概能达到5亿美金 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霍尼维尔集团看到了历史性的机遇 柴晓舟认为 霍尼维尔能利用企业的核心技术优势 在中国本土化的战略上 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得更远 实现共赢 因为我们在工业自动化上面 乘以了很多年 我们有我们的核心的技术的一些优势 那么这些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帮到中国的企业 能够去往自动化 数字化 甚至于自主化的一个转变 那么在这些领域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产品跟解决方案 那么这中间呢 我们可以赋能我们国内的企业 能够更好地去提升他们自己 那么这里面的核心 其实还是本土化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那么这上面呢 其实我会认为 我们跟本土的企业 尤其是这些行业领头企业的 这些共创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机会 近年来 不少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 对自身的组织架构 进行了调整 今年4月 GE已经正式完成其重组计划 GE航空航天成为独立的上市公司 向伟明表示 独立之后 GE航空航天 对中国的战略和业务范围没有改变 对中国的信心以及承诺 也没有改变 前不久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的CEO Russell来中国访问 那么他在访问完之后呢 他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中国市场 尤其航空市场的潜力巨大 我们既已航空航天 我们继续会深耕中国 注重未来的发展 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 如中国民航业呢 这个比翼同飞 我想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大的调子 就是既已航空航天 我们在中国的战略 没有改变 据悉 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在今年上榜中国企业 所在的15个产业门类中 汽车及汽车部件的发展较为突出 共有10家该领域的企业 机身榜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采转 下转 采转 采转 好的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